歡迎來到暖耳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 鮑魚 炆冬菇 不是很難做 但是比較浪費時間 Let us begin 其實炆鮑魚是不難做 只不過是浪費時間 首先要洗鮑魚 你可以用匙巾 把它滑出來 在殼上 然後剪掉它的嘴 還有 把它拆出來 那些腸要清清 之後灑點鹽 然後用牙刷 不用的牙刷 然後去刷牙 然後刷牙 然後刷牙後 變成白白 很漂亮 但是 就算你煮12隻鮑魚 也好 你就要洗12次 是浪費時間 是功夫菜 所以我每一次煮鮑魚 都很懷疑人生 但是 沒有辦法 我只是在一些很重要 比較特別的日子 我才會煮 好像今次煮這個 是母親節那時候煮的 冬菇要浸 浸完要剪掉那個頂 然後呢 首先你要煮一煮水 鮑魚要飛水 你放幾片薑 下去 水滾之後呢 關火 記住 煮鮑魚是不可以碰到大火 中火都不可以 所以呢 飛水是關火 浸一分鐘 不可以長過一分鐘 差不多一分鐘 就要拿起的 鮑魚要拿起 最主要是 飛走它的少少腥味 跟著呢 就要拿個煮出來 就 去 做那些醬汁 跟著就下鮑魚 我首先要說 整個過程呢 要36到48個小時 是很久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食譜 什麼4個小時嗎 我不知道人家好不好吃 但是我做了很多次呢 一定要煮這麼久才有餐廳 你去酒樓 那些這樣的吸素 首先呢 就拿些蒜頭 紅蔥頭 和幾片薑 下去爆 爆香了呢 你見到它有少少轉顏色呢 那就夠了 不用說我要煮很久 然後呢 加些油 然後爆香了它們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下雞湯 那 雞湯呢 就下兩罐 跟著呢 就可以用那個罐呢 就下兩罐水 即是其實是 七八毫升 或者你說 四杯 那 隨你怎麼說呢 總之就是 我 自己計算呢 就是兩罐清雞湯 用一個罐呢 就加兩罐水 那就是剛剛好 那 你會見到呢 我是煮二十四隻 你說我煮十二隻 可以嗎 六隻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要煮那麼久的話呢 我就寧願煮多些 有多的我會放在雪櫃 要吃的時候才拿出來吃 還有呢 我知道有些人說 哎呀 要用雞 或者用金華火腿 沒錯 用那些呢 是會煮出來呢 更加好吃 但是呢 就會多很多功夫 一來會油些 二來呢 你要控制的東西 會多了 我這個方法呢 是全部都是 買就買到 很方便 你即是 你今天想煮其實是煮 只不過是浪費點時間而已 我在之前呢 你開頭的時候 你都看到我所有材料都寫光了 老抽啊 紹興酒啊 鮑魚汁啊 蠔油 你跟著呢 倒下去 就可以了 接著攪勻 大火煮滾了之後呢 跟著這些步驟呢 就很重要 因為一坐呢 鮑魚就硬 就不是糖心了 你家裡的爐 最小最小的火 可以開到幾小 就是那個火去炆 不可以中火 不可以大火 一定要很小很小火 首先你要炆它四個小時 接著蓋蓋 就焗它 大概六到八個小時 那之後呢 你就要 用回那個小火 去再煮熱它 你之後就不用煮四個小時 總之它一滾回呢 你就可以關火 接著再燜 那麼 重複這個動作呢 三到四次 所以我說要36到48個小時 那麼 我晚上那怎麼辦呢 晚上呢 我就通常放回去 雪櫃裡面的 就是放冷了之後 然後我就放回雪櫃 那麼第二天 然後呢 你又用一個小火 總之你煮熱它 之後就有它在焗 鮑魚本身是沒什麼味的 你就是要靠這些汁 去吸進去 如果你時間短呢 它吸的味呢 就越少 其實到時呢 就是靠那個芡 但是 如果用我這個方法 就算你沒有蜆汁 鮑魚都很好吃的 但是蜆汁呢 加下去呢 就是 叫做滑龍點精的 感上天花 還有 蜆汁呢 一來呢 你煮個生菜底 你淋醬汁在上面 那些生菜又好吃 跟著鮑魚 冬菇呢都很好吃 或者 這個份量呢 一定會有汁多的 那些醬汁呢 我之後呢 會拿來 有時候 用來 拌飯 做拌麵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那些醬汁呢 我會留 到最後呢 煮完之後呢 你可以撈回那些 紅蔥頭 蒜頭 薑 薑呢 我呢 就會 第二次 我會拿走它 因為我怕它 會 會 苦澀 搞到那些醬汁 但是不拿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生薑 老薑 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會說差好 因為你其實盡量 把鮑魚的腥味 那些醬汁 下了鮑魚 冬菇 是可以一起下的 那你可以想一下 冬菇 是會 幾入味 因為它一起這樣 在那裡 浸 焗了 這麼多個小時 所以呢 我一次煮大煮一點 因為我之後呢 放進冰箱裡 如果你有真空袋 你之後呢 將醬汁 和鮑魚 放進真空袋裡 分開它 放進冰箱裡 其實 過幾個星期 是沒有問題的 過幾個星期 每次吃之前 拿出來 鮑魚 不要用大火去煮 然後 你可以最後 做蜆汁 再煮熱 但是 我呢 就會 現在我後面 還用小火煮 就是在冰箱裡 拿出來 準備要吃辣 上桌 之前 煮熱 又是用小火 煮熱 然後 做生菜底 生菜 我會加少許鹽 油 放進去 一來 顏色會更好 一會兒 會吃下去 滑一點 後面 一滾 其實可以關火 然後 平時 煮炖 但是現在 我準備吃 一滾 就關火 一會兒 我會做蜆汁 蜆汁 三份 加水 我永遠的比例 就是1比3 我煮12隻 巴魚 通常就放五殼 醬汁 五殼汁 我大概用2茶匙 生粉 加6茶匙 水 這個比例 你煮出來的醬汁 醬汁 就不會太稀 又不會太稀 又不會太稀 這樣就剛剛好 先把醬汁拌好 然後 一會兒 鮑魚和醬汁 做醬汁 倒進去 就馬上 可以上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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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魚唯一會碰到大火就是淋食之前 因為我在雪櫃拿出來,要保證中間的深度夠熱 所以在煮之前才把鮑魚放進醬汁裡 這樣就去做蜆,打醬汁 如果不是,你本身已經煮了很久 你再煮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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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如果任何一個步驟沒有用小火,而用中火或大火 不止不是醬汁,咬下去就像咬拆膠一樣 所以煮鮑魚功夫菜,因為它真的要用慢火慢慢去煮 煮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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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因為它不夠熱,不然你切開吃下去,中間冷卻就不夠熱 我現在切一隻給你看,中間是糖芯,鮑魚 很好吃,我可以告訴你,在酒樓那些食物可以廢話 但它真的很浪費時間 就是這樣,其實它不難煮,你看我所有材料放進去 就這樣,就在這裡有它自己煮的,是時間,你要看火 即它一滾,你就熄,然後就焗 就是這樣,簡單 希望你喜歡我這個鮑魚燜冬菇 如果你喜歡的話,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那我下次煮菜,你就不會錯過了 我希望下次煮食的時候見到你們,拜拜 為了你的時候, phon一下子煮的意見 但是,你會看到你的聲音 對待會兒是開放了 我也 Enjoy,你要用我的手扔 我們愛你,你就會找到顏色的,或者是開放 就會哇,我不敢走 這裡,我們會看到鯊